我现在情绪还是就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也之前还是会有些害怕 但是由于看到了就有很多人自发的去帮助我们 包括很多家人国人的留言 然后去鼓励我们支持我们 关心我们这些 包括我今天早上也接到了我们的大使馆 还有我们领事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一些问候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意外情况的发生 或者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让我随时联系他们 还有我们的学联也在积极地帮助我们 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知道了身后有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爱国的人都是支持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人都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之前是觉得挺难受的 还是挺慌的 然后现在突然就觉得放下心来了 然后我们也不怕 他们就是真的会回来打击报复啊什么 后面的话 昨天我们是有发现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是应该是香港人 他们拿着手机去我们店铺门口去拍 拍我们店铺啊 拍我们店铺里面的情况 我的合伙人当时就想要出去 然后看看问问他们 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来拍我们店铺 他们就是非常胆小 看到我们要出去的那个样子 然后他们就赶紧逃走了 你既然要拍 你就堂堂正正地来拍 你即使被我去质问了 你就说你来拍一下怎么了 为什么要去就是像老鼠一样去逃窜 然后瞬间跑到就是街上都不见人影 除了这个以外 他们还在继续在网上去网报 我们的一些职员呀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合伙人 我们第一次刚刚报警 然后出警的那个警员 在接受我们的一些提供的一些新的信息 并且告诉我们他们会再跟进这件事情